科技快速发展,企业纷纷转型,我们的工作方式也跟着不断改变。 要适应改变,做员工就应该积极接受培训,以掌握新的技能。 你知道吗?政府推出的技能创前程职业转换计划,Skills Future Career Transition Program, 可以让学员接受三到十二个月的培训。 培训后,有了新的技能,就业前景也会更好。 人到中年,还要接受培训吗? 当然啊,中年人可以得到的好处更多。 四十岁级以上的国人可获得多达九十八仙的补助, 学员也可以用技能培训补助,Skills Future Credit,来抵消课程的费用。 上课虽然重要,但是找工作更重要吧? 千叔,Work for Singapore Career Connect on the Go常常来我们这里的,你可以去问他们。 那个是什么? 是劳动力发展局推出的流动职业联系站。 他们会到各个邻里为求职者提供基本的就业援助, 例如,掌握求职技巧或现场面试工作。